曹阿满 你还认得我吗 公太兄啊 多年不见你可想死我了 咱们还有一壶酒没有喝完呢 先把酒撂下 来 吃我一剑 多亏成功这一剑 直接射退曹操 要不然单纯的吕布 就要被曹操这个老六忽悠取了 就在刚刚 曹操单枪匹马 来到夏批城前 指明道姓要见吕布 吕布本以为曹操是要强攻夏批 没想到曹操却说自己是来酗旧的 而且一开口就捧起了吕布 天下诸侯当中 我谁都不怕 就怕你吕凤仙 天下诸侯当中 我谁都不敬 就敬你吕凤仙 一言一笔之 我对你是又敬又畏啊 就这短短的几句话 已经让吕布卸下对曹操的防备 看着吕布飘飘然的样子 曹操嘿嘿一笑 继续捧杀吕布 人中吕布 马中吃兔 死言不虚啊 再加上你手中这杆方天化己 真看天下无敌啊 那是 那是 一看捧杀的效果不错 曹操赶紧趁热打铁继续忽悠吕布 表示自己想和吕布结盟 而且还愿意把所有兵马都交给吕布 让他当三军大元帅 吕布被曹操说得有点心动 眼看就要答应曹操 关键时刻躲在城上的陈宫及时出手 一箭射退曹操 这才拉回吕布 眼看煮熟的鸭子飞了 曹操气得连尿都憋不住了 一回到大营 就解开腰带开始滋润小曹 一边放水还一边痛骂陈宫 从曹操的态度就能看出 他刚刚根本不是真心和吕布结盟 只是想尽快拿下吕布 这时曹人自告奋勇 想要率兵强攻下批 却被曹操直接拒绝 在刚刚忽悠吕布时 曹操已经仔细观察过下批的情况 他发现下批成强坚固 如果强攻下批的话 他们的损失必然很大 正在曹操和曹人说话时 郭家却突然弯腰 从地上抓起一把尸泥 郭家仔细闻了闻 还有一点骚味 但正是这把尸泥 却让郭家想出一道破敌之策 得于死者 毁于死 主公啊 雨季就快到了 曹操一听就猜出郭家 享用水攻 看着地上的水坑 曹操不由发出感叹 天公主 似乎真的连老天都在帮助曹操 随后的几天中连降暴雨 而下批城中的吕布 也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